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团最有希望夺贯的项目混双 刚好我们的两队好朋友雅思组合和黄洋组合正手上下班区 这两个组合不用讲误 大家知道他们是属于混双项目的王上 在疫情之前他们拦后了所有羽毛球重大比赛的前两名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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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奥运会 奥运会是所有比赛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比赛 对于羽毛球运动人来说是变堂级别的 你拿一万个那些所谓的顶级冠军 事业冠军都没任何卵用 抵不上一个奥运会比赛的冠军 这四位球员都是九四 九五 九六 这个时代的 跟我是同期的运动员 我们是从小找到大 我们的私交也非常好 他们对于这一次的比赛想要的如果渴望 你们想象不到有多么的强 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混双比赛 黄牙组织或者是雅兹组织 他们一定会为中国队守住一枚混双的冠军 所以说这一次奥运会一块金牌是打底的 第二个出来的是女双的分组 女双的分组说实话有点不太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头号女双陈清澄和贾一帆分到了B组 这可是不是死亡之组 里面一共有三个总组选择 这一次分组真的不容有关 但是大家知道啊 陈清澄和贾一帆 他们是很擅长的打这种背水一仗比赛的人 他们都是大心上的队众 而且他们也获得过非常好的比赛成绩 也有非常好的上海经验 另外一个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湖北老乡 我们的朋友 师妹 李亦辉和杜月 这是我们国家派出这两个比方 你可以说他经验差一点 你可以说他应变能力差一点 你可以说他实力可能稍稍差一点 如果你要跟我说他不具备冲击的能力 那我就给你刚一刚 其实这两队双打还是有一定的冲击机会的 因为整体看来整所有的女双竞争非常激烈 而且女双说实话是最考虑实力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最长的比赛时长全是女双 什么110分钟 120分钟都是女双给干出来的 所以我们认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备战和修整 中国的这两队女双应该是具备冲击的实力 我们对她们的表现拭目以待 我认为问题不大 第三个出来的是蓝双 大家知道这一次我们蓝双参加奥运会 只有一队蓝双 那就是我们双塔组合李军慧和刘宇辰 李军慧和刘宇辰 刘宇辰这个双塔大家喜欢叫她比较双塔 对吧 但是其实她们不是双塔 她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她们是由刘宇辰去进攻转换去找机会 给李军慧做球杀球 其实她们跟菜鱼怪风的打法差不多 刘宇辰是担当了菜鱼的角色 李军慧是担当了怪风的角色 那这一次比赛的下限就是看刘宇辰在比赛中发挥 做球发街发 以及在攻防转换当中 能不能给对方发生威胁 让李军慧起来双脚跳杀 那李军慧的发挥决定了什么 决定了她们双打的上选 为什么呢 因为李军慧她的发挥是有些过瘾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李军慧在大赛当中 她发挥是非常多的 只要李军慧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这一次双打速度 其实还是真的会有一些国外的机会 真的会有 而且我告诉你 刘宇辰有亲手过来玩 小时候我们打比赛 刘宇辰只要第一次打比赛 她都能够取得更好成绩 懂不懂 这就是命 说不定这一次双场可以给我们再来比起的 对吧 那倒数第二个抽签完的 是我们的吕丹 吕丹 有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两位选手 陈宇飞和何菲娇 他们都分到了同一半季 哎 这也是没关系 同一半季 就同一半季了 我跟你讲 冠注是里的 李军慧的都抢不走 对不对 不管是陈宇飞和何菲娇 反正我认为我是非常看好的 虽然啊 这次吕丹真的是太激烈了 我看了一下 吕丹这种这一排看下来都还可以 完全看发挥 这八个种子 我认为各占百分之十 然后在这里才一个人占个百分之十 在这里 确实是稍微厉害一点 对吧 其他的 完全是靠币 这个大家加油就好了 没有什么好讲 中头去啊 蓝丹抽奖 那简直撑住我龙哥呀 龙哥 直接避开了所有想避开的人 直接奔到往下边去 词与鞋的套篇 奔到上边去 哎呀 你说是怎么说的 有的时候真说不清是命啊 陈龙这一次也是唯一的未免冠军 如果他真的未免了拿了冠军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他将是整个历史上最成功的运法球运动员 比林丹还成功 因为林丹只有两个奥运冠军 如果陈龙这一把奥冠了 就是两枚奥运会新牌和一枚奥运会球牌 他将是最努力的运动员 直接宣判冯运动员 而且我也有很大的预感 我觉得成为这一枚奥运动员 诶 属于比小代表 我等你啊 所有的分组都已经在这一条 然后聊聊 这一次奥运会奥安组 中国队能够得几枚奖牌呢 我认为是2.5枚 为什么是2.5枚 我来跟大家好好聊 首先混双这一个金牌 我认为啊 没有个100% 也有个98% 这两个混双是真的猛 问题不大 这一枚加进去 这是一枚 对吧 好两个 这就是一枚了对吧 两个双打项目 蓝双和混双差一点 好吧 0.25枚 因为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吧 我说四分之一不过分 对吧 好那就是我们的蓝双0.25 铝双0.25 加起来就是0.5枚 对吧 这就去了1.5枚 然后我们的蓝双和铝双项目 那真的是竞争太激烈了呀 各算0.5枚 加起来就是1枚 是不是就是2.5枚 而且我真的是认为 这一把成龙啊 很有机会未免成为 奥运会历史上最牛逼的 羽毛球运动员 没有之一 读什么 一笔啤酒 来吧来 关于这一次奥运会的抽签 还有预测 我跟大家聊完了 你没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阳城大神下面 来留言交流交流 我们将在点赞留言最多的前三名留言上 送上我们的羽毛球小礼品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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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